歡迎收聽心靈墓英 我是靈氣導師曹操 我也使用送播、薩滿等方式 協助大家療癒、找回自己 讓我們一起從生活中體悟 並且超越、轉化 哈囉,歡迎收聽心靈墓英 然後今天呢,我們邀請到 自寵物溝通私利啊 對,然後今天呢,我們要來找他呢 本來想說,要不要聊一些動物溝通東西 發現我們其實之前聊的真的很仔細 請去看前面幾集 對,是真的,如果大家對於 因為我覺得大家對於動物溝通真的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真的 我們真的聊的很細喔 我們沒有在嘗試的喔 所以我們光動物溝通長的上下集 還有一集是臨終溝通的 離世 對,離世的 就是如果你有這些疑問對動物溝通 真的你把這些聽一聽 你就會有一個很 其實已經不是基礎 是蠻重要的概念 你就會有一個 哇,動物溝通到底在幹什麼的 全部大概 跟包括他到底跟你內心有什麼關係 然後他怎麼操作 跟什麼這些東西 其實他都,我們都有講 所以其實都是 你就會很合理 覺得合理了 不然很多人會覺得那是怪力亂的 那動物怎麼可能講話 其實他不是講話 他是一個感覺 是心電感應 心靈的溝通 對,是心靈的交流 不是喵 不是望 不會說喵喵 喵喵喵喵就是我要大便 沒有這種東西 喵喵喵 快點肉泥來 對,那不是 他們就是一個感覺的 那個心電感應 那其實那裡面就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我們對這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聽那幾集 這樣子 然後 不然莉亞的那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那個資訊欄會有 有些 如果要 有詢問更多 或是個案或課程 也可以直接詢問她 OK 好,那我們今天不聊 這個我們要聊什麼呢 就是因為呢 我們之前有聊別角 那是什麼 性鬼神 還是精怪 我們曾經有提過 因為莉亞從以前 就是比較敏感的體質 喔,我不能說 我是比較敏感的體質 我說 我會說我是過敏兒 是吃這個野養 吃那個野養 這什麼的過敏法 對 但是我 因為四面 欸,不能說四面上 你一定會 可能我們傳統的地方信仰 你會去拜一拜 你會怎麼樣 你去拜了公廟 就是地方信仰嘛 誰先誰 除非你是信阿門的 不然基本上 你要小朋友要是刷到 還是不舒服 奶奶、阿嬤、媽媽 一定都會先帶你去幹嘛 廟裡收金 那收金了之後呢 如果他 那個人可能感覺到一些什麼 他就說 喔,你這個小孩 人比較輕喔 然後就開始 然後到你長大一點 就說 喔,這個小孩要要收喔 帶天命喔 開始blahblah就來了 我必須要說 我們今天要討論 就是這個東西 對 就是所謂的 戴天命 戴天命 最近也是有人 其實不是最近 是一直有人都會問我說 老師你叫戴天命 我就 你知道我每次講 回答一個問題 比較回答很多 因為我不希望 就是給你隨便講一個什麼東西 因為我覺得你要去理解 那個原則跟原理 這個東西比較重要 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啦 那我們就今天來聊一下 因為也是 莉亞也是會被這樣講 呵呵 對 那我們先講 他們所謂定義上的 戴天命是什麼 那 其實我說實話 我們現在也講 我們不是說宮廟是不好 我們已經前面都講過了 只是說 我覺得這也是 等一下我們之後 就是我們有一集 也是會講說 就是有關療癒 還有身心理這些事情的問題 就是 其實這些工具 這些東西都不是不好 只是說因為人 問題都是在人身上 沒錯 然後多了 那一旦多了 我跟你講 今天就算是正式認證系統 比如說假設 就算是醫生 也有醫生 醫德好的醫生 跟醫德不好的醫生 沒錯 所以還有能力好的 技術好技術不好 都已經有正式的 你要經過培育 都會這樣 何況是 沒有一個正式的系統 或是什麼的 出來的 那也不要跟我講說什麼 我們這個上完課 就是有證書 我就是療癒師 沒有這種屁東西 我這樣直接講 就是 你一個什麼都不會的 你上了一次課 你都可以當療癒師 這件事情 那這個療癒師 你就要去質疑他 他如果沒有任何的基底背景 或是他根本沒有經驗 你認為他在幫你做療癒 或者他沒有經歷過一些事情 他就要來幫你做療癒 你認為這件事情 是成立的嗎 對 他有辦法給你什麼幫助 好 那這個我們之後有在講 那我們現在來講回 戴天明這件事情 像比如說 因為莉亞 可是其實他們 我跟你講 可是你真的理解之後呢 我盡量放慢 可是當你真的理解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其實他們講的也是合理 那如果以我來解釋 來講的話 就是 你的靈比較輕 你的靈比較輕 我就會解釋是說 你的能量產的敏感度比較高 可是這種兩種 你知道 所以有這種 它是敏感體質有兩種 你這種敏感體質是 它感覺到它會不舒服 對 就是它會不舒服 那這個我們就像是敏感一樣 就比如說你的肌膚敏感 對 你就是可能今天吃蛋也過敏 吃牛 喝牛奶也過敏 或是有一些灰塵 你就開始過敏 對 對對對 那就是因為你的皮膚比較敏感 那這個我們解釋就是你氣場太薄 是的 你的氣場比較薄弱 你的氣比較不夠強 所以你要看到這種 你通常是會容易累累的 或是氣息也不好 或幹嘛 然後這種比較接近什麼狀態呢 就是比如說我們比如說有人說生病的時候 還是運勢不好的時候比較容易看到鬼 鬼 對 為什麼 因為你的氣場很薄很弱 它就比較好靠近你 好靠近你 好跟你做一個頻率上的對接 然後你就感覺到了 你感覺到了 你就 你就 我最害怕就是有的人都會自我催眠 尤其你去看什麼靈異公社 對對對 一張照片就說 我暈了我暈了 哈哈哈 其實有的是根本沒事 對 可是我說實話 這個我們可以看 當然不是說 有一些恐怖片 最近有一部恐怖片很紅嘛 揍 所以像我都不去 我還不去看 就是為什麼 因為我說實話 它本身 它雖然是創造出來的故事也好 可是呢 你當你的意念頻率 是處在恐懼的狀態的時候 你就創造了那個恐懼來接近你 對 然後就會吸引力 吸引恐懼的東西來 所以你們大概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當你在講鬼故事的時候 會講說 有時候真的 就會越講越涼 對 那是真的他們來了 因為他們會講 比如說假設好了 我們今天在講東西 講怎樣怎樣 欸 我跟你講 那個利亞怎樣怎樣 那利亞就說 你在叫我嗎 我來囉 我來囉 你們在找我嗎 你懂我講 就是你們 就是會無期間 一直在發射訊息 勾他們來 所以懂意思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體外化的概念 好 那我們講回 就是氣場比較弱這件事 所以你看你生病 已經氣場比較弱 阿你最近比較衰 已經氣場也會弱 或是你最近比較勞累 對 也會 也會喔 所以這個是不是就會 比較容易感覺到 或是因為你氣場弱嘛 就體質就不好 那所以那你體質不好 其實你氣場也會弱 所以這跟先天 有的是先天 那有的是後天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狀況 這是第一種 那有的人 第二種是比較好的 可是也比較少見的 就是說 他真的是天生的感知地 就是強 他氣場也強 他就是他的天線 本身比較開 他就像一個廣播電台 接收的很廣 對 但是他不會被影響 這種人其實比較特別 也比較少 那這種人其實 他可能在接收訊息上 就比較沒問題 對 他就不會因此被影響 那你說他要來做 類似這種工作 可能也是比較適合的 因為他不會被影響嘛 而且這種 但是這種人是 非常非常 非常的少見 少 通常都是 只是自己體態 體落多病 對 通常都是自己在那邊 自我催眠 說喔我有感覺 喔我是怎麼樣 主國體落多病這樣子 好那我們所以講的 戴天片 他第一個說 比如說輕 所以呢 光你看光這個 他就沒有分出來了 所以很多其實他們 像我 因為我之前有很多的學員 其實都是因為敏感體質來的 然後還有什麼 他們就是覺得 其實很多都是氣場太弱 然後自己的身體狀況也不好 那你看他氣場已經弱了 那你還要叫他去做這件事情 他會更弱 更弱 對 他會死掉 沒有啦 他會可能就一下子就 喔我快要累死了 就包括學動物溝通 人家也會有個疑問說 動物溝通是不是一定要有敏感體質 或者是一定要怎麼樣的 天賦 天賦的人才會來 才能學 對 其實那個在動物溝通那一集已經講了 每一個人都是動物溝通師 對 因為這個這件事情是要你由心 你的內心去感受他的感覺 你的本能啦 你的每一個人都會有感覺 你不是死人呢 對 你只要有本能你就會 只是說你要去練習這件事 這個敏銳度 對 就像我們一開始小時候也不是生下來就會走路嘛 我們要慢慢練習他 一樣 如果你用練習走路或練習讀書寫字的努力去練習動物溝通 喔 強讚了 棒 你就可以理解 對 大家一定會越練越熟練 對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偷品看 通常我遇到的狀況通常是 他們就是有一些敏感體質 那已經氣場是弱的 我看他是氣場弱 然後他說不知道怎麼辦 你這個要收 你要收 開始了 我每次聽到這個 我都要是要收什麼 收你家床是你無力 要收什麼 然後呢 他們的修都是什麼 很多都不知道 他就進去叫他在那邊靜坐 靜坐 然後開始打轉 打轉之後就會怎樣 旋轉 跳躍 鬼遮掩 真的是一堆耶 就包括我身邊 我突然 突然間有一個朋友 四五十歲了 突然間變當機 對 我們也不否認 有的人直接天籤著要做這件事 可是問題是我們現在要先講 我們要去分清楚 我們這樣 如果他氣場已經是弱的 你還叫他去做這件事情 他已經很弱很敏感 又叫他再去集中 去感覺這些東西 哇 死定了 死定了 有的是直接被附身 對 那直接就卡上去了 那這個就是 沒有先去分清楚說 他到底為什麼會敏感 對 那如果當然你是第二種 他本身就是真的是 本身就是天賦一秉 那當然這是比較沒問題 可是比較沒問題 也不代表你就是一直要去靜坐 因為靜坐這件事情 不是靜坐冥想這件事情 不是一個 你只要靜坐冥想就可以怎樣 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麼 是的 可是很多人就只有手段不懂目的 就是我從頭到尾 大家如果有聽我的節目 或是我上課 我就一直強調 你的手段不等於你的目的 所以 腳像看起來做一樣的事情 不代表內裡是一樣 所以我們大家要去分清楚 這是為什麼那麼多的神棍 那麼多的什麼 好像我一樣 鈴鈴涼涼 我一樣在那邊什麼 點個燈 寫個什麼 入位 然後我就可以幫你做法會 沒有這麼簡單 對 然後這個我們之後有在講 反正你要靠這個來賺錢的 要思考一下 能量上的運作是很可怕的 到最後已經會還到你身上 大家要思考 這我們之後 我就會講一集 再來再說 然後像比如說戴天命這件事 我們再講 如果它不是敏感體質 它又這樣做 我們現在遇過身邊的人 都是這樣對不對 我遇過身邊的人 如果它是到後面遇到我的 我就會跟它講的比較清楚 因為畢竟我是這樣過來的 我是一路上 從小到大被說 你要 你帶天命 你要修 blablabla 一大堆的 那它有說要修什麼嗎 修 沒有啊 哈哈哈哈 我也 我其實 這個問題我也問過他們 我曾經問 導過很多個 包括師父 或者是 基童 對 他 真的為什麼我最後離開宗教 就是因為宗教 沒辦法給我一個說法 我或者是他的說法 我不接受 什麼你要救助世人 請問一下 世人敢我屁事 對 應該是說 應該不是說宗教 應該是說宗教這些人 他們根本搞不懂他們在幹嘛 因為宗教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比較容易會有問題 是因為宗教 它會很多人會先給你一個 那個叫做世界觀跟價值觀 它的運作模式 你要先怎樣你就會有功德 你怎樣你就會有什麼 他已經先把這個遊戲規則 架設好了 然後他再用這個遊戲規則 去跟你講 可是問題是 我們就是在想說 那為什麼這個遊戲規則要成立 對 對 這個就是問題 因為他們會有他們的世界觀跟框架 這才是主要問題 那這個我們之後再探討 這是宗教的問題 然後像比如說你剛剛說 就會遇到這一種 很多 就會講說 非常多 可是你問了 他們也都沒辦法給你解答 他們就沒有辦法跟我解答 就包括我前陣子 還有一個很久沒聯繫的一個大哥 嗯 他身邊就是 他是做 他很有愛心 他不只是身為一個工廠老闆 他還去做義銷 嗯 然後他就說 他義銷裡面就有一個隊長 就是每一次去幹嘛 你知道義銷就是去收屍的 哦 對 就是去收屍的 然後他就是 那個隊長每次出去 不只還要收屍 還要做什麼 還要杜鈴 我說那請問一下 我說那今天為什麼是他來杜 那他杜了之後 他有沒有很虛 我說今天如果他杜了很虛 這個就是要答一個問號 我說那請問是誰 叫他去做杜鈴這件事 結果他就說 他聽那個隊長講說 杜鈴是 就是你知道 那個隊長有一個聲音 告訴他你要這麼做 我說那他有沒有去分辨 誰要他這麼做 沒有耶 他就這樣傻傻做 然後做完之後身體很虛 我就覺得說 那幸好他是個男人 他是個女人 像我一樣 那個體弱 更虛 就是已經平常不運動啊 可以做就不用 就不站啊 什麼出門一定要坐計程車 我們真的做完一個 我們就暈倒了 因為體力不吃 因為他是用他的能量去 對 他用自己的能量去 做這件事 可是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是對還是錯啦 這個就是問題 那這個就是會談論到 有關機身的事情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一些啦 然後好 那我們現在再拉回來 講戴天命這件事情 比如說他就是你要修 到底要修什麼 到底要修什麼 請問你要修什麼 有沒有問過你的師傅 師傅你要 到底我們要修什麼 那修這個到底要幹嘛 為什麼要在那邊做 對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修到這樣 啊我不要可以嗎 對 那我現在在思考 如果他通常他們在修 我現在遇到很多 他們就在那邊靜坐 靜坐靜坐 可是靜坐他其實會讓他的感知力 更開啟 或者是平靜你的心 對 身心靈 把你的思緒沉澱下來 那如果今天呢 他沒有告訴你要修什麼 你只是 他只是叫你坐 坐在那邊 然後呢 可是通常他們會說 你就要坐 然後你要去感覺 那感覺之後 感覺那個神跟你講什麼 通常如果是 這個是道教的 公廟系統會這樣子 他就想說你要去修 然後就跟你的主神 什麼娃娃哥之類的 然後 就是說 啊這個就是 這是你的 可是問題是你 你自己 我說實話就像剛剛莉亞講 我自己都搞不好自己 我自己就體弱多病 我自己都氣虛到什麼程度 你還要我去做這些事情 這是對的嗎 而且所以你就會發現 有很多所謂的在服務的這些 他自己都狀況一大堆 我就說你要度別人 先度你自己吧 你先幫助自己好嗎 你自己就已經快不行了 你怎麼可能幫助別人 對 而且我說幫助你不是只有身體 有時候他的 你有沒有發現 就很多就是 家裡面也是有問題 然後家裡也沒錢 然後家裡生活的 夫妻怎麼說 都是有問題 夫妻適合啦 小孩叛逆啦 對對對 然後你自己都沒有辦法 老公外遇啦 你都沒有幫助好你自己的 你有辦法幫助別人 那如果真的是你的神 這樣做這件事 你要跟你的神講 欸 利聰 你要幫別人消災解惡 你能不能先幫我消災解惡 這是很大一個問題 對 有沒有去看到這件事情 他如果連自己都處理不好 他哪有辦法去幫別人 他就要去質疑這件事情 你就要去看到 他們的背後的用意跟用途 或是說只是混混而而而不知道 那其實這個跟我們當時在講 神經怪跟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有可能那個靈本身就不是OK嘛 那我們現在就要思考 我們會回到講修這件事情 那到底要修什麼 對我來說修不是修神通 跟修這些感應 絕對不是 修這些東西要幹嘛 那我如果要修這 你該不如去鑽研你的廚藝 我覺得還比較有東西 就今天這一集 真的是啪啪打 把大家打醒 對我們瘋狂 啪啪啪啪啪 我們等一下要再一起去啪 然後所以就是 就是修這些東西要幹什麼 你就去思考 那為什麼他們要修 那我們等一下再講一下代天明 那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修是什麼 修是修你的心 修心 修身 修你的內在 你的轉況 為什麼要修 因為我們知道為什麼要修心 因為一切都是你的心造成 心造成是什麼 不是說 因為你心會怎麼想 你的潛意識 你會有意念 意念導致你的行為 對 你的習慣 你的模式 那這個模式是什麼 像比如說回家 像我們會騎車的人 我們回家都不用 都不用看導航 直接就自己會回家了 對 你何必需要看地圖 不用 那我們現在都有一個 自建的導航模式 那這導航模式 當你一發現的時候 它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欸我怎麼又到這裡了 你今天明明沒有要回家 這是一個習慣 所以修是要 改變你原本不好的習慣 可是你不想要的習慣 你不想要的模式 對 這個才是修 而不是修那個 那那些東西是幹嘛 輔助你去達到這個目的 像包括身心靈也是啊 身心靈不管學靈氣 不管學宋波學者 對我來說都不是技術 它只是協助你 去達到這個目的 我要怎麼樣達到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輔助的工具 對它是手段不是目的 我一直在強調 這是手段不是目的 所以這個是 有這個是問題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去修這個 那他們定義就是修 就是修神通 修要跟你那個神 說感應 好那我們再講 他剛才有講說 你要服務世人 對 這件事 這件事情是我覺得最 Bullshit的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覺得說 喔 就是我覺得人類非常的壞 因為 你知道我是一個很崇尚自然 喔因為你跟動物 太熟了 就覺得動物真的很那個 對 我真的是會 你知道去 可能去爬個山 我就在那邊撿垃圾 嗯 或者是去公園 看到那煙地很多 我就 我就受不了 可能旁邊的樹 我就會說 你可以幫我嗎 我就說 喔好 我幫你 我就在那邊撿垃圾 所以變成說 欸 結果我就最近很少去公園 哈哈哈哈 樹一直講 因為我 我不想當一個很奇怪的人 因為看到一個妙齡女子 你知道嗎 在那邊拿著 夾子 不會啊 很好啊 我就覺得說 我是被 這也是 可能這也是我的課題 但是 好 講壞這件事情 哈哈 再說要救世人 因為 救世 因為他其實有看到那些 對 就在關你什麼事 對 你為什麼要當救世主 就誰要被救 我現在講救世主好了 你 佛斯加摩尼佛好了 他有說要救世嗎 欸 他從頭到尾都講說 我是佛 但是 你沒有照做 你沒有照方式 自己解脫 我沒有辦法幫你 對 你要自己去 你要自己去 去調伏你的心 PASS 就是過了你很多的關卡 你自己的學習 對 你要完成 對 所以沒有人能夠被救 能救的就是 只有自己能救 請先自救 對 那而且 你以為你在救別人 其實你在創造出 很多讓你救的人 來讓你救 比如說 有救世主 一定相對會有什麼 會有依賴的人 他們那些人就不想要自己站起來 就想要依賴救世主 然後這時候就會出現一個救世主 來救他們 然後 最可怕就是 如果你去到某一些地方 他跟你講說 我幫你這樣處理了 你放心 然後你 如果怕有什麼問題 你放 這個 這個業 由我來擔 你要 去考慮到這件事情 這也是一個 很奇怪的 問題點 我自己還是躲起來 我自己也蠻躲 我躲蠻久的 然後可是 就是也看不慣很多事情 然後 其實你會收到宇宙的感覺 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狀態不一樣 你需要去 多關照一下身邊的人 不要只想到你自己 那所以我才開始想說 那我就用分享儀式的方式 但是我的分享是 我不去POMO 我不去幹嘛 我就是放上去 如果宇宙覺得 我可以給這樣子的協助 我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就會有人來 對 我不去強求 結果他就真的來了 然後我真的就完成了 好幾十個人的儀式 然後我就 欸 欸 OK欸 那我才反應 因為我的喜新動念 不是想說 要賺錢 我想 那賺錢一個人 那幾百塊錢 我賺了幹什麼啦 就是 真的只是想說 有這些時候 我們可以分享 包括做這個節目 你要說 你做這個節目好賺 我說我沒有要賺啊 我真的沒有在收錢啊 我只是希望說 可以分 把這些知識 還有這些觀念 跟我們的經歷跟觀念 分享出去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上課 也不是每個人 會有興趣來上課 對 那我就覺得 不一定要等到 那最後一步 他有可能 現在這個 如果因為聽到這些東西 他可能都可以 操作很多冤枉路 那 這個就是我們能夠 回饋的 這社會的方式 真的 這個就是一種幫忙啊 何必一定要 去通靈幹嘛的 絕對不要 覺得說 你學了這些 你就可以通靈 或是通靈也沒那麼重要 對 真的這一點都不重要 請先跟你自己溝通 你現在想要修什麼事情 對 不是一定要修到好像跟什麼鬼神通 他心通 動物溝通 他那個通其實只是要幫助你看到你自己 對 你自己的內在 我必須要說 在我學習了動物溝通 這個歷程 真的是前三年 我都是面 我來的個案都是 我現在要面臨的課題 對 他會幫助我看到 我現在的課題 對 然後我會去思考 所以在我的 等於說 在我的理念當中 我就告訴大家說 我藉由動物溝通 看到生命的本質 對 因為我學習了先去聽別人說 先去聽動物說 因為他們是沒有辦法發生的那一面 然後再去聽人說 可是聽人說 光聽人說這件事情 我就遇到非常長的時期的卡關 甚至撞牆期 為什麼 因為人講這句話的背後 通常都不會是 他原本要講的答案 講出來跟內在不一樣嘛 對 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搞人 真的人真的是太討厭了 沒有人是比較複雜 非常的複雜 我要花很多時間 去抓到他內心到底要的是什麼 或者是他內心真正的感受的內在是什麼 所以我其實做動物溝通 我做的也不只是動物溝通喔 我還要再跟那個主人溝通 對 我還要幫你們做中間的橋樑 所以其實整個動物溝通的過程是 就是你的學習 是我的學習 動物溝通是我的工具 也是你的修 對 它這個是我修的方式 但是我的起因是 我很愛動物 對 所以基本上 每個人你要去考慮到說 人家說你戴天命 人家說你要修 你到底要修的是什麼 你應該要先去想清楚 我要修什麼 其實我們的來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破題 人家就可以破題 來 比如說 你現在已經破題了 那比如說戴天命這件事情 其實剛剛莉亞就已經有講到了 來 人家講說戴天命 那什麼叫做戴天命 他們的指的 他們是很狹隘的 就是你要為神服務啊 你要當營美 你要當什麼 可是只有這件事情 叫做戴天命嘛 像我會遇到一些學員 就會講說 學員比較少 但是有的人他會問我說 老師什麼叫戴天命 學員也會問我 但是有的會遇到有一些人 他們會講說 那我是什麼 他們最喜歡講戴天命 講說 我就是要來救世 第二個就是 我是什麼的機身 我是什麼的代言人 我是什麼的 我是誰 我是什麼 那我就想說 真是很重要 說我跟哪個神 很想說很有緣 我看到他我就會怎樣 我想說 所以呢 你這個就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我好喜歡加飛貓 我看到加飛貓 我就會感動我痛哭流涕 阿不是一樣的意思 你喜歡什麼干我什麼事 我不會太直接 可是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希望的是什麼 欸你看 我是那個玉皇大帝的機身 我是玉皇大帝 我跟著他修 我以前是他坐下的什麼 很多喜歡跟我講這個 這個代表什麼 欸我老的 我大的玉皇大帝 你知道嗎 欸我他造的啦 我很有 你知道嗎 就他們只是喜歡一個 因為他可能在實際生活上也沒什麼 特別 沒什麼用 對 然後呢 他希望藉由這個來展示自己的特別 特殊性 自己的特殊性 自己的獨特性 還有自己比人家強的部分 沒錯 所以他覺得我很厲害 你看我看得到 我聽得到 我是什麼什麼的 我有帶天命 我跟你們這些庸俗的人不一樣 所以他們很抓住 這一個帶天命這件事情 那他們就會面臨到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心魔 因為他們執著了 這就是心魔 對 所以他沒有去改變他自己 所以如果依照這麼心魔 這麼大的人 我們在思考一下 你怎麼可能接到多高頻的靈 來跟你合作啦 你都是聽到自己的小我 在講話 小我我覺得還好 如果都卡到陰了 那就 就真的很有問題了 就兩個人在那邊玩起來 一個人一個鬼 一個人一個奇怪的東西 跟你玩起來了 這個就是兩個人 真到底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 帶天命 不一定要做這件事 那老師什麼叫帶 我就說每個人都帶天命 每個人都帶天命 為什麼 你的天命跟他天命不一樣 像比如說 莉亞的天命 就是做動物溝通 對 他在做這件事情 他在修行 他自己 他在轉化他自己 他自己的人生發生改變 那有人 那帶天命 還有什麼 有的人他可能做飯 很好吃 他可能今天為了煮這碗拉麵 他用他的一生 很多東西去呈現了一個 他覺得真正應該要有的 食物的樣子是什麼 然後真實的樣貌或什麼 這個就是他的天命 沒錯 就算even你今天是家庭主婦 你的天命就是當家庭主婦 又或者有些家庭主婦 他有一些很特殊 就是很厲害的專長 對 有些家庭主婦他手工藝很好 他會做模型 他煮飯很厲害 對 那或者是他光 我跟你講就算你都沒有這些 光照顧好家裡 跟家人相處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天命 靈魂當初設定你要做什麼 對 這才是天命 不是只有那一件事情 叫天命 所以不要單一價值化 我們很喜歡單一價值化 就是只有做真心事才是怎樣 做真心事才不是 當你真的走在你靈魂的路上的時候 一切都會很順利 對 而且你會找到你自己的價值 而且你才會真正活著感覺 所以像比如說很多選手會說 而且你不會徬徨 不會徬徨 而且你會覺得很有自己的價值 而且你會為社會可以貢獻 那個時候才是真正的在服務社會 或者是你找到 然後你的心才真的是 安定的 安定的 對 所以像很多學生會問我說 啊老師那我學靈氣什麼 我會跟他講說 今天你不管學初階中階高階 甚至學到之後的導師階 我說不代表你就要當導師 不代表你就要當療癒師 很多時候你學完這些東西之後 其實是找到你自己的方向 我會說你要當導師 先當你自己的導師 所以但是他可以協助你在你原有的領域 或是你應該要有的領域 去找到你的方向 我覺得這才是 我覺得靈氣對我來說比較重要的 我們沒有單一價值 可能對你來說 你要好好面對是 你成為一個家庭主婦的角色 那可能對你來說 你可能要做的是 你如何在你的工作上 能夠更那個 那有可能這個工作本來就不適合 你可能會因此獲得新的機會 但只是說都在怎麼講都是回到你自己 你自己身上 你自己身上 你當初的靈魂設定的天命 這個才是我們說的天命 沒錯 對 所以你就開始會活出你自己 然後這個部分呢 那你會在整個生命的流上面在動 比如說像 比如說像莉亞就是 比如說假設以她的例子 她之前也是這樣 而且她就是敏感體質嘛 那我們應該也不講 你看她就是藉由 跟動物溝通 跟植物溝通 這些的個案的經驗 她就一直學習成長啦 其實我真的不是敏感體質 也不算對不對 我是過敏兒 但我不是敏感體質 還不算對不對 怎麼不算 我以前我是超級遲鈍的 我只是可能小時候 我真的會有遇過 可是就連那種杯子突然間移動了 燈突然間熄滅又亮了 我都會覺得說 電線短路喔 我是遲鈍到這樣子的 對 可是 所以我真的不認為說 我是敏感體質 並沒有 對對對 所以就是 所以你看 像莉亞做動物溝通 她就是她學習的方式 這個就是你的天命 可是當你走在你的路上 你就會 因為你之前也不是動物公司 我也不是 以前我是護士 對啊 她之前是護士 我還做個業務 對 大家如果之前沒有聽 都不知道 想要提醒她一下 所以 你會自然找到你的天命 那我們其實重點重要 就是找到你自己的 自己的天命 不是那個被定義的天命 像我也是從警察 慢慢找到 原來我要往這方向去走 這才是你的天命 但是也不是只有 靈性方面才叫天命 而且你要去思考說 今天我做這件事情 開不開心 如果你做這件事情開心 我就覺得說可以做 對 而且這個是你的天命 現在的天命 嗯 而且大家不要想說 我怎麼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都會跟很多人講說 你就去 你就去try 對 你要去找你要做的事情 她說 可是我怎麼知道我要做什麼 試試看啊 她說 可是這個如果不是怎麼辦 不是就換 很多人 對 很多人的問題就是會一直想 然後都不做 光想不做這樣不好 然後一輩子就是因為害怕 沒有都沒有完成 然後就 你就去做就好了 對 所以今天你看我們講一講之後 其實也是 明日明干體質也是就是這樣 然後這些天命什麼之類的 其實總歸一句話 所謂的修行 就是修你自己的心 修你自己的行為 對 心跟行為 修行就是修正行為嘛 那怎麼修正行為 就是修正你的心 修正你的潛意識 修正你的意念 修正你的習慣 修正你的模式 然後更覺察你自己的狀態 知道我在做什麼 知道我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這樣子才能改變你的生活 改變這一切 然後呢 戴天命是什麼 那當你改變生活 改變一切 你就可以越來越回到 你的靈魂的正軌上 你就在順應你的天命了 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戴天命哦 不一定要是什麼 通靈靈媚哦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 好的 OK 今天謝謝大家 也謝謝莉雅 感謝 好 掰掰 掰掰 嗯 看一下 跟 Gud 開心 謝謝